郭道1號南下43.7公里桃園路段 在今天上午7點多的時候 發生了追撞車禍 由於正值上班的尖峰時刻 警銷貨報立刻趕到現場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台小客車的車尾 被撞到零件四散 可見當時的撞擊力道非常的大 出不了解目前是回堵了2公里 佔據了內側三線車道 當中一名黃信女駕駛被拋飛出了車外 而詳細的車禍原因正在做進一步釐清 謝謝